卡蒂夫堡21翔礼炮最高规格 欢迎英国新国王 查尔斯夫妇赶在女王国葬之前 走访大不列颠记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四个王国 最后一战抵达威尔斯 威尔斯对查尔斯来说别具异议 因为他在继位君主之前 顶着威尔斯亲王头衔长达50年之久 而且女王钟爱的科鸡犬 其实最早就是源自威尔斯 威尔斯和王室紧密连结 当地民众热烈欢迎 不过却有人突然送给查尔斯一支笔 查尔斯前几天因为钢笔漏水 在镜头前发脾气 民众送笔的幽默让查尔斯看起来也被逗乐了 幸好钢笔事件没有扩大 大众普遍体谅73岁的新国王 刚经历丧母之痛又承接大任 真的累坏了 摊开查尔斯的行程来看 他从女王8号驾崩之后 全英国跑透透 女王辞世之后 他隔天赶紧返回伦敦 在白金汉宫发表电视演说 接见首相 10号参加登基仪式 11号接见英国政要 12号一早先接受上下医院调宴 接着再飞苏格兰护送灵鹫 13号访问北爱尔兰 再赶回伦敦 迎接女王灵鹫回白金汉宫 14号再徒步送女王到西敏厅 直到女王辞世第七天 终于可以喘口气 没有公开行程 直到16号再去威尔斯 并返回伦敦进行首页仪式 英国媒体算一算 女王离世之后 等断一星期之内 查尔斯已经跋涉超过2400公里 不过王室分析师认为 73岁的查尔斯 在位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接下来这层顺位第一的威廉王子 则可能得承担起改造 英国君主制的重责大任 他认为直接带领 他在国内的威廉王 会认为能力的影响 17天的哀悼期 王室上上下下 除了告别女王 也在适应新的查尔斯时代 近新闻 吴洛莹 陈思瑜报道